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欢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讨论一个很生活化的题目 在你生命中是不是曾经 神透过宣誓预言 或是你自己读经祷告 或是透过一些属灵长辈为你祷告 你觉得神答应你 神给你有什么应许 而且那应许却没有成就 也许是你会有一个很棒的配偶 也许是你会有一个很棒的事业 也许是你的家人会 超自然的得医治等等的 可是为什么这些事没有发生 我们今天要告诉你答案 因为圣经上真的有答案 但我要先强调并不是你去求没有成就 因为你求跟神应许 中间是有一点距离的 并不是代表说好像你就是 只要你求就全部都有 但是神确实会为了按照你的好处 把你心里所求赐给你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讨论 为什么神的应许没有成就 让我们来看圣经经文 罗马书四章十三节 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 必得承受世界 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什么意思 来 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为什么 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 你是因信称义 你跟他一样因信称义 他是第一个因信称义的人 而你也跟他一样因信称义 他是你的信心之父 你就是他的后裔 所以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你就是其中之一 你可以承受世界 我再告诉你 按照希腊文的原文 这个世界是cosmos 是宇宙的意思 我们其实可以承受宇宙的 你知道吗 我举个例子 就很像是101 如果我非常有钱 我送你一栋101 是不是很棒 超棒对不对 一层就够多了 和逛一栋 可是我问你 一栋101跟一个世界 或是一栋101跟宇宙比起来 101是不是像沙山里面的 一粒沙子一样那么小 可是现在你的财产 跟101比起来 是不是很像一粒沙子一样那么小 为什么差那么多 为什么神应许我承受世界 没有呢 我们继续看经文就知道 不是因律法 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你要有因信而得的义 这是一件事 再来我们来看下一页 罗马书四章十四节 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事 信就归于虚空 应许就废弃了 懂吗 读过去懂吗 不懂我讲解给听 若是属乎律法才得为后事 意思是什么 你认为你要行律法才得为后事 你认为你要做做做做 做得好 属乎律法 你才是神的后事 你觉得你要 就是要靠自己称义 靠自己去做好 你才能够成就应许 那信就归于虚空 应许也就废弃了 你不觉得很吊诡 我不是要做好才会成就吗 可是你会发现 如果你做好才会成就 那什么叫做神白白给你的礼物 什么叫神白白给你的恩典 公价就是你做了以后给你的 恩典就是白白给你的 神给你的是恩典 信就归于虚空 应许也就废弃了 所以怎样神的应许会废弃 怎样神的应许会不成就 怎样神答应给你的那些 会没有发生呢 就是这边说的 你属乎律法 你想要自己努力做做做做做才能够得到 你想要努力做做做做做 你相信这些事才会发生 那么信就归于虚空 应许就废弃了 我举个例子 我并不代表 我并不是说从此以后 你每天谈在家里 在沙发上 然后每天在那边看电视 然后每天睡觉 都不做自己该做的事 不去上班 然后就吃吃喝喝的 不是这样的 当然你可以吃吃喝喝 但是不是浪费生命 不是混 神只是要告诉你 你要跟他同工 比如说耶稣第一个神机 耶稣把水变成酒 你必须去做一个信心的行为 他带领的 他说你们去把水 从刚你咬出来 水就变成酒 请问一下 如果耶稣没有说这句话 你去把水从刚里面咬出来 你每天咬一千次 你成为全世界最会咬水的人 咬水的第一高人 咬水联盟的最厉害的人 又怎么样 水还是水 但是如果耶稣对你说 把水咬出来 水会变成酒 你咬 所要说的是 不是你咬的水多厉害 你就是去咬 他就变成酒 神机就发生了 这就是跟神同工 他要你干嘛 你干嘛 他没有要你干嘛 你安息 你做你平常该做的事情 应许就会成就 应许就没有废弃 结果你每天在那边咬水 咬水 一直咬 一直咬 结果没有时间让神对你说话 没有时间安静等候神 结果最后应许就废弃 这样你懂吗 让神来带领你 亚当的太太是她睡着的时候 神带来的 很多时候是我们安息神 成就这一切事 让我来为你祷告 让你来经历这一切的祝福 奉耶稣 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 每一位在荧光幕前面的 每一位朋友 你要清楚地知道一件事 应许是神亲自做成的 就要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神真正安息里面 与神同工 让应许成就 神答应我的事就要发生 不是在靠我的努力 让我属乎律法 不是在靠我要怎样怎样怎样 乃是上帝要成就这一切事 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 真正地使应许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 清楚地知道上帝爱上帝的祝福 这一切是白白的恩典 是上帝的礼物 奉耶稣祷告 阿们